那什么是方法重写呢 很简单 子副类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方法 注意哈 这个返回之类型呢 它可以是子副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块 它的返回之类型 我们这不都是wide吗 那么它可以是引用数据类型的子副类 但是哈 但是 这个我们学完面向对象之后再讲 因为返回之类型是引用数据类型的 特别不好理解 现在你暂时把它记为什么呢 子副类出现的是一模一样的方法 等我们学完学完这个面向对象之后 老师再详细去跟你讲 你们这些不好意思吧 现在先暂时记得是一模一样 包括返回之类型 也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方法重写的应用 当子类需要副类的功能 而功能主体子类有自己特有的代码 特有的内容 可以重写副类的方法 这样既研习了副类的功能 又定义了子类特有的内容 这话能听懂吗 我再重复一遍 说当子类需要副类的功能 而功能主体子类有自己特有内容 那么可以重写副类中的方法 这样既研习了副类的功能 又定义了子类特有的内容 好 有可能 大家在这里面还不是很容易理解 那咱们在下面呢 举一个例子 叫一个手机类 好 我把这句话拷贝出来 一会儿呢 咱们把这个案例写完之后呢 再解释一遍 就明白了啊 选出来 Ctrl C 我们要定义一个手机类 好 来一个DemoT 然后呢 P-H-O-N-E DemoT 然后呢 P-H-O-N-E 好 来看一下啊 那么 在手机类里面呢 我们要做一个重写动作 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先简单描述一下 其实继承呢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用这个继承 用重写 主要是为了做一些系统升级之类的 那么负类里面有十个方法 十个方法呢 有的呢 就比如手机吧 有打电话的 有发短信的 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功能 然后 等你子类的时候呢 又一个系统了 他觉得负类中某一个方法是不合适的 但是呢 负类中打电话和发短信这些功能 你手机升升级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都得用啊 所以这些功能呢 我就不重写 直接继承下来 而那些感觉不太好的功能 那我就对他进行重写 用我子类的功能就可以了 那我问大家 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你所有的方法 是不是都需要重新定义啊 那你这么做的话 是不是继承一部分 自己再重新写一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你还可以保留 负类原来的那些功能吧 通过Super 是不是可以调用 能明白吧 好那现在咱们举一个手机 例子 比如说这个以前啊 好 比如说这个以前 iOS iOS系统 我就举这么一例子 iOS系统的里面有个功能 叫Siri Siri 大家知道吧 那么Siri呢 原来是只能说英文 S-P-E-A-K S-P-E-K 英格历史 英格历史 他只能说英文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 苹果手机的这个销量暴增 那么用他用户最多的 应该是我们中国 大陆的用户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觉得 我应该对这个Siri 再增加一个功能 所以在iOS8系统的时候呢 iOS iOS8系统 然后呢 他这个Siri啊 就能什么了 能说中文了 能说中文了 那么这个就是 对原来的一个升级 能明白这句子吧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写的这个代码 大家看一看啊 class iOS7 然后他这里面呢 有N多功能 我就举那么一两个啊 叫public void call 打电话 是不是肯定应该具备啊 你升级到iOS101 他也能打电话吧 sitm.out.printlain 然后呢 叫做 打电话 打电话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theory 好 复制一下 这会儿呢 Perry只能干嘛呢 只能SPEAK Speak 英格 历史 他只能说英文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次升级 升级到iOS8系统 class iOS8 因为iOS7里面有很多功能 我是不是还要使用啊 所以我就直接继承他就可以了 EXT E NDS IOS iOS7 然后呢 这个方法 直接继承 我们对他就不重写了 我们觉得这个Siri啊 我们想干嘛呢 想让他说中文了 所以对他进行一个重写 在这里啊 我们就来一个Speak 别Speak了 就直接来一个 说中文不就完了吗 说中文 但是呢 有的客户呢 他可能觉得 我的英文比较好 我还是想去说英文的 想跟Siri对话的时候说英文 那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可以保留他这个功能了 叫做什么 叫做Super Super.R Siri 记住啊 这个Super.Siri呢 是调用复类的方法 他不用非得写在第一句 我们说的是在构造方法里面 那种Super语序 必须写在第一句 你写在上面 下面都是可以的啊 好了 那大家来看啊 现在我们是升级后的 IOS8系统了 然后IOS8 I I 就你有一个 IOS8 让他来一个 I.Siri 来 编译 进行 然后呢 说中文 立个英文 然后它里面可以做一些选项和监听 那么到底是选哪一个就可以了 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升级啊 那如果他想打电话的话 直接掉上谁就可以了 是不是靠就可以了 来自哪里啊 来自副类 对不对 靠 来 编译 进行 然后呢 打电话 没问题吧 好 这就是手机这个案例啊 然后回头再来看这个 说当子类需要负类的功能 而功能主体 子类有自己特有内容 你看 它是不是需要这个Siri这功能啊 你升级到什么时候 它是不是一直叫Siri啊 然后呢功能主体呢 我有自己的功能 就是要说中文 然后可以重写负类这种方法 这样既研习了负类的功能 又定义了子类特有内容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这个 这些功能进行研习啊 然后呢 我是不是又定义自己特有的 如果我还想用它原来这个功能 保留原来功能 我就通过什么 Super就用 如果不想用的话 那在这里我就直接把Super给出使用 明白吗 当然了 有想用的 也有不想用的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就不太想用了 好 叫做Demo8 Demo8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几个中文的啊 双语讲 原因 故意的啊 那么中文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扎我是 제� Haha Unical的编码 Unical的囊括了世界所有的语言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来一个class 双讲 为什么用谐音呢 它被请喝茶啊 好 那么它这里面呢 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它这里面有这样一个功能 叫做public public 让它 void 让它有一个叫做 sng 是不是唱歌啊 来唱歌 好 那么把它剪接下来 整体 那么这个叫做唱红歌 唱红歌 然后呢 下面再来一个public 然后呢void 还有一个方法叫做 泡妞 我也用这个中文的了 但是开发中不建议你用中文 我只为了讲这个案例 让你更好去理解 来 很抽味 干嘛 怎么泡妞呢 这个唱唱红歌 让它搞定 林 鸡 和 鸟 女士 好 然后呢 我先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来一个demo8 让它来一个 双 好了 我保存的这个文字 跟这一样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它有一个子类 这个子类叫class day1 day1 day1就继承了 来继承它 继承它之后干嘛呢 它对这个方法呀 进行了一个重写 对不对 哎 那就来一个public 让它 void 他觉得这个不好 他觉得不好 觉得怎么不好呢 然后呢 他就来一个 setm.out.printlant 那就来一个叫什么 叫做 霸王 硬上 公 对负类方法 进行了一次重写 他觉得负类方法 过于老旧 所以呢 他要用他自己的这种方法 那这就是 重写啊 没有保留负类的功能 哎 我觉得负类方法啊 负类功能不行 覆盖掉就行了 好 那么现在再来看啊 创建对象 day1 day1 d 就等于了new一个 day1 让来一个d点什么 d点这个ponu 那么这个代码是可以执行的啊 但是千万有借记 在开发中是不允许用中文的 啊 这么写倒是行 但是出用中文的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因为人家语言是用英文来开发出来的 对我们中文支持的比较差 除非你比较有本事 用自己的纯中文去开发一个英文语言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写if else的就写如果否则了 就直接用中文了 好 来编译运行一下 编译 运行 再来看 可以了吧 哎 这就是重写 其实相当于对复类方法进行一次升级 好 这支点呢 咱们讲到这里 别忘了 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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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